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对来讲都能舒服一些 就是说所有的关节疾病在温度下降的时候 因为关节周围的血管收缩 那么造成肿胀炎症加重 所以症状都会加重 但是根据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 她这个年龄的话 加上女性 应该是一个早期的骨关节炎一个表现 所以平时应该适当的限制运动 然后减体重 可以通过一些药物去治疗 春晓问 天野医生您好 我膝关节在八九年冬季坐月子的时候 出汗后着凉了 至今膝盖总疼 三伏天也得盖着 请问怎样才能好转 谢谢您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 跟刚才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说她也是怕冷 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所有关节疾病的话 相对热的话 促进周围血液循环 都会减轻炎症 减轻水肿 那么症状都会好一些 那么结合 这位朋友 她是八九年坐月子 所以现在算来的话 三十年了 如果当时二十多岁的话 现在也五十多岁了 可能关节多少 也有一些蜕变的一些情况 可能多少有一些 骨关节炎的一些症状 所以也应该是 适当的限制体重 适当的限制运动 可以通过一些理疗 功能锻炼 甚至药物去缓解